大家好,我是老花一 在今天的视频开始之前呢 先给大家交一个作业 就是我身后面这个小桃红 咱们之前呢,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修理 梳花 但是呢,还是会出现一些个 这种情况,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种呢,一个叶子也会出现一个黑边 黑尖 还有一些花也是开不出来 因为它的一个营养 根本就完全的供不上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种干花 所以说大家在养花的时候 不要特别的去追求一个完美 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的 总体来说,这个花养的还马马虎虎吧 也毕竟没什么精力和时间去照顾它 我们这个温室里面的一个空气湿度还是可以的 交完作业呢 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夏天养花的一个注意事项了 夏天呢,普遍的是温度升高 大家也都知道 花呢,还有外面那些绿花在里面的树 在冬天的时候会落叶子 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尤其是多肉这种 它会进行一个叶子的脱落 会减少自身的一个叶片数量 而保证自己母体的一个水分 这个时候大家如果说给它施肥的话 它已经在减圆了 大家还给它施肥 可能就会导致一个肥大 导致一个烧伤 尤其是浇水在一块也要注意 它已经在减少自身的水分挥发 是说明了它的一个 就像咱们人们一样 一个消化能力 吸收能力正在的逐渐下降 就像老人一样 你不可能按照成人的一个力量 再去给它吃饭了 所以说花也是一样的 大家注意这一点就可以了 夏天呢 植物的一个长势都不会特别的快了 施肥这一方面 跟浇水一方面 大家就得注意了 不能像生长期那样 一个大水大肥 还有一个就是多加强通风 尤其是在潮湿的环境 大家一定要给它增强一个空气的对流 再有一个就是室外的地灾了 尤其是南方的花友要注意了 雨水特别的可怕的 一个月基本上下28天的雨 这种的话就会导致咱们地灾的一些个月季 或者是多肉这些 会导致一个黑腹 净腹 所以说夏天的时候 南方的花友多注意一个遮雨 还有一个遮阳的一个工作 而北方的花友呢 更注意的是一个空气湿度了 咱们北方呢 基本上就是干热干热的那种 特别闷 特别干 特别热 只要这种情况 咱人呆得特别不舒服 容易各种粗汗或者皮肤病 同时花也会一样的 人会感冒 花也会感冒 所以说大家在夏天养花的时候 多注意一下 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或者意见建议 可以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如果说大家想知道更多的花卉养护 记得点一下关注 这样的话系统会自动推送给您 好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战一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